大家好 我相信所有关注美国选举的人 对目前的结果 怎么说呢 除非你一开始就是想拜登赢 那么你会很高兴 你终于如愿以偿 但是对于 每个人希望川普赢的 以及用合理推测认为川普应该会赢的 最近的这个 民主党的舞弊现象 非常明显 非常下作 但是 导致这个结果 我看 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 宪政危机吧 所以接下来 是该怎么做呢 输送吗 还怎么样 反正这个结果 令我很失望 我该怎么抚平这个 这个这个 对这个结果的不满 本身我也不是 美国共鸣是吧 我也没有投票权 即便 即便我有 我那一张票也没什么卵用 所以怎么说呢 但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它要衰落下去 也没有那么快 我总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太短暂了 用个人的命运去赌国运 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 政治有时候 就像国脚步 又臭又长 嗯 还不至于 风云变换会影响到 每个人啊 的具体生活啊 和具体选择 所以说 我边走边看啊 大环境虽然 有一点点小的变化啊 但是 大环境 依然是那个大环境啊 变化不会太剧烈啊 倒是个人的选择 会对自己的人生 产生很大变化啊 所以尽管美国选举 嗯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啊 令人 哎 不知道该怎么说 嗯 但是每个人该怎么样 还是要怎么样 是吧 不可能 与你有直接关系的一些法律 啊 生存环境会发生剧烈变化 不可能啊 所以说 嗯 该干嘛还是干嘛吧 啊 美国的事情 我们尽管其变吧 拜拜